我們本縣新增的病例總共有12位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累計到確診人數是96人 水果販賣商的傳染鏈裡面有4個 那另外萬華家族聚餐裡面又增加了2個 那另外的話我們昨天在講的某一個單一事件 這個今天已經很確定了 這個我們某一個養生館群聚的新增案有5個 另外還有一個單一的感染案件 目前我們還在做疫調 所以呢這個是新增有一例 所以今天總共累積起來是12例 有活動的這個活動時候要拜託大家 你在5月1號到23號 5月1號到23號 那你有進出過原林的秀飛養生會館 原林的秀飛養生會館 就在我們舉光路185號 那請你還有5月19號 在這個午膳餘面5點到5點20 拜託你務必在這14天裡面 來做相關的自主管理 那今天增加12例剛才有提到的 水果販賣商的傳染鏈是4例 那還有一個是萬華家族 我們本來匡列的有兩位的家屬 他也陸續發病了 那新增的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養生會館有5例 另外是一個剛才提到的 單一個案 他的感染源還必須再釐清 這幾個都會有 也不要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